大家好,2021年3月6日第四部视频 最近网上出了一段视频 是上海肯德基门口 很多人在哄抢食物的一个场景 很多人抓了汉堡,抓了炸鸡块,抓了薯条 不停的往自己的包里塞 后边的人呢是群情激昂 一个个奋勇争先 面目猙獰 一点点都没有这个尊严 一点点也没有秩序 这怎么回事呢 肯德基不要钱了吗 都在这哄抢 搞什么活动吗 您猜的不对 但是有一点靠边 这个肯德基呢 这个汉堡,薯条,炸鸡 有一些真的不要钱了 所以引起了红墙 肯德基确实在搞活动 什么活动呢 肯德基呢 他有严格的食品安全规定 也为了增加这个食品的美味度 做出的食品 只要是在相应的时间没有卖完 感觉口感不如刚做出来那么好吃了 虽然还在食品的这个保质期内 但就会把它销毁 现在肯德基呢 决定搞一个公益活动 就是把这些准备销毁的食品 不再销毁 而是放到门口的一个冰箱里 由自己感觉需要的人 过来自取 而且是免费的 这个活动刚刚推出 没有几天 很多人通过网络 通过实体店 了解到了门口这个冰柜里边的食物 是在保质期内的 是不花钱就可以自取的 你只要是有需要就行 不需要任何证明 不需要任何申请 不需要给任何人打招呼 就造成了很多人过来拿 知道人越来越多 食物不够分的 然后就出现了 食物一上柜 一进入冰箱 一群人就进行哄抢的这么一个局面 一片乱象 丢人现眼 肯德基也是决定要改一下制度 希望能够真正把这些食品呢 送到这个真正需要的人手里面 可能以后对来取食物的人的这个特征啊 或者是嗯 其他的职业特点啊 等等进行一些相应的约束 本来在国外是一个公益性的 全靠大家自觉的 双方都得意的一个事情 在中国变成了一场闹剧 那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呢 虽然不大 能反映些什么问题呢 我这有点上纲上线了 看了之后呢 想了想 真是还是有一些感触 第一个呢 中国人啊 真是穷怕了 穷啊 刻到骨头里面呢 中国呢 是一个自 这个 清朝以来吧 晚清以来 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自然灾害也好 更是这个统治阶级不断的进行压榨也好 穷 一代一代的真是刻在了骨头里 我认为都影响到了基因 尤其是在这个中共统治之后 解放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大家都清楚 就是人祸 就是中共为了感应超美 以及要做这个叫什么 人民公社吃大锅饭 人为造成了这个粮食的人民不能不能吃饱 饿死了三四千万人 甚至出现一子相食的事情 中国人的穷真是刻到骨头里边 见了食物 见了钱财 那种被激发的基因里面具有的东西 迸发出很可怕的力量 这是第一点 穷怕了 第二个是没有安全感 现在 在偏远山区虽然还有吃不饱饭的 但相对少了 也有饿死 贫落 饥寒 最后早早去世的人 也有不少 但是呢 在上海这种地方呢 物资是极端发达的 再差 也不会说吃不上饭 只是有可能吃的好点 坏点 这么一个区别 那这些人为什么抢呢 没有安全感 真的是 虽然现在能吃得上 但是对未来 没有希望 食客 处在一种 那种 叫做什么呢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是否还能吃得饱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是否还能安逸的 这么一种状态下 很自然的 对眼前所出现的便宜 是能沾就沾 能捞就捞 哪怕放到家里 自己不需要 也是囤积起来 能安慰一下自己 这个不安定的这种情绪 第三个 是 没有公德心 不懂什么叫不爱 混抢的这些人呢 看衣着 看状况 都不像是 忍惊哀恶的样子 也不像是 这个疲乏 悲命的 这么一个样子 大多呢 都是 身强力壮 老年人呢 更是 穿着则体 他们并不需要 这些东西 但是 因为穷 因为穷怕了 因为其他的 什么自私 各种原因 先拿到手 再说 先 弄到自己家里 再说 至于 肯德基 是为了 把他 这些食物 给那些 真正需要的 吃不上饭的 或者是 吃不上肯德基的 平常 勒紧裤腰带 舍不得 到肯德基 这种洋快餐 所谓的 中共宣传的洋垃圾 这里来消费的 这些人 是给他们的 是给这些 民工 是给这些 劳动人民的 甚至是 让这些劳动人民 能够拿到一份 回家给自己的孩子 当做一个美食的 是给他们的 而 共抢的这些人呢 对此毫不顾忌 没有一丝丝 对其他需要帮助人的 这种不爱 完全 共得性完全一点都没有 第四 自私与贪婪 这个横前线 只顾自己 不顾别人 自己需要不需要 先搞到手再说 自己需要不需要 越多多欲善 越多越好 哪怕不做手段 第五 虚伪 很多人呢 也 在 捐款 捐物 每当中共 进行号召的时候 救灾啊 帮助个困难群众啊 帮助个这个 因病 受到什么折磨的 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 很多人并不是 出自真心的 在进行捐款捐物 他们呢 要么 是受这个 中共的这种迷惑 或者是 变相的强捐 还有很多人呢 就是虚伪 认为这是一个 脸上有光的事情 所以呢 愿意拿出钱财 物品 做这个捐赠的事情 同时 以捐的多 换取功名 以捐的多 让人感觉 他脸上有光 充满了虚伪 但是呢 这种善行 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善 而是一种伪善 第六 没有信仰 道德缺失 你说没有信仰吗 是 中国人 很多人 不信各种宗教 也不信善 嘴上成天说的 积德行善 也有很多人呢 信佛教 信其他宗教 逢宗教节日 逢这个 重大喜庆 都有烧香磕头 或者是呢 到神庙 进行礼拜 或者是许愿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宗教仪式 但是呢 他们真的信仰吗 不是 很多呢 只是当做一种精神寄托 当做一种 蜂拥蜂雅 当做呢 一种变相行贿 为什么说变相行贿呢 我就见过 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见过 一些人 到了 比方说 是 到了某庙吧 然后 默默 倒念 磕头 烧香 然后 倒念什么呢 倒念 这个 我的 做了很多亏心事 为了金钱 不择手段 丧尽天良 甚至 平常 欺男霸女 贪污受贿 希望佛祖保佑我 希望某某神保佑我 原谅我的这些恶行 我呢 这个 以后一定向善 然后呢 掏出一打子钱 塞到功德香 或者是 捐给 这个 叫宗教组织 还有一些人呢 也是放生 做了很多坏事 就是买了很多鱼 放掉 买了很多小动物 放掉 指望这些东西呢 花个 一万 几千 几百 或者是几万 几十万 以求得 神明 在天 原谅他 杀人放火 抢夺 欺男霸女 抢夺了几百万 几千万 几亿 其实呢 就是花小钱 想把自己这个 黑钱 在神明 这里得到洗白 就是一种 变相的行贿 很多人还真是这样 要么没有宗教 没有神明 没有敬畏 要么呢 就是 假的信仰 其实呢 把宗教 神明 当做一种 自己心灵 求得安宁 作孽的太多 那种不安定的心情 得到 疏解 同时 期望神明 能够 把他的黑钱 变成白钱 一种变相的行贿 第七 不懂自尊 没有尊严 很多人 在别人面前 还是 道貌万然 在利益 不够大的时候 还是 依观得体 好似 文质彬彬 好似 很有教养 好似 这个 也是 自尊自爱的 这么个人 希望得到 大家尊重 这么一个人 但是呢 这是利益不够大 当利益够大 会丢下一切 貌似的文明 会扒下自己的 外边的 这个 礼服 露出自己 里面的 这种 丑陋的 嘴脸 利益 非常大 这时候 杀人放火 你抢我多 一切下流的事 都干得出来 在肯德基 这个 免费的汉堡 薯条 炸鸡块 跟前 有很多人 顾不得了 这种平时的 这种虚伪 做作 装作文明人 文明 这时候 对他们来讲 值不得一个汉堡 值不了 这么几块 薯条 鸡块 肯德基 也是考虑不全 你想想 有时候 一个超市 搞个鸡蛋 便宜这个几分钱 搞个什么抽奖活动 先到的人 送他点抽纸 就能让老头老太太 排队 排着几百米长 在这种环境 社会环境之下 你搞 免费赠送 你搞 让大家自觉 在这些穷怕了 没有安全感的 自私自利 贪得无厌 没有公德心 不懂不爱 虚伪做作 没有信仰 不懂自尊 没有尊严的人 跟前 这种活动 你觉得能成功吗 只是哄抢 好歹没形成风潮 冲进大门 把正常卖的 给抢掉就不错 很多朋友 到了国外 也都知道 中国人在国外 这个 声誉并不太好 唯一 感觉对中国人比较尊重 可能就是看前几年 中共 派出的 他那些公务员 事业单位 为了中共 塑造良好形象 这种旅游的团队 他们钱包里的银子 为了这个 可能对你笑点相应 但中国人 长期的压抑 奴化 欺骗 洗脑 让中国人 普遍素质低下 既可怜 又可悲 希望所有的国人 无论在国内也好 在国外也好 都知道 自己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人 都知道 要 爱护 帮助 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都要有同理心 不爱心 都知道 哪怕你没有信仰 你也要敬畏 自己的 做人的尊严 要知道 有道德的约束 要知道 自己 还有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未来 就在自己的心中 就在自己的 一言一行之中 被人歧视 或者是被人尊重 全看自己 而不在别人 好了 拜拜